有個朋友叫Mandy,她想問領展 她說她之前持貨,現在沽剩了一千股 她說是有賺的,以收息為目的 她說哪個價位較為適合 我想如果想增持的話,哪個價位較適合 她說還是應該吸納港鐵66號呢 兩種我覺得都是穩妥的選擇 當然以近期港鐵方面有新線的開通 看到搭客量也明顯回升 所以不排除港鐵可能在短線方面炒復甦的空間會大跌 當然領展也不是沒有概念 始終香港現在我相信人流多了 對於香港那邊的投資業務來說 都是會有幫助 或者至少跟業主討論逐租的時候 租金的加幅都應該可以好一些 過去的年紀是很慘的 領展很多時候是迫著要給租戶 或者可能人家都不逐租 另外領展有一個比較大的優勢 就是一個中上線的發展 它不是只做香港的 是 因為它這幾年都不斷是 沽香港的物業 反而是增持譬如內地的商場寫字樓 甚至都伸延到譬如澳洲那邊的海外市場 最近也在國內不是買什麼商場 只是買一些物流資產 或者希望進入物流方面的項目 所以我覺得領展的野心是比較大 和他們管理層以往來說 在海外收購的資產那些項目 看上去都不差 或者至於未來幾年對業績方面 都會有一個挺大的貢獻 還有他們收購的作價又不是說 零零碎碎買到很貴 所以我都挺看好領展的長線發展 但如果你說以收息角度 在Risk來計算 四里幾的股息率就不是特別高 所以你買領展就不是純粹打算 放在那裡收息 而是看來一些新的項目 或者新的收購 會不會令到股價上都是有增長 所以買領展相對來說 和你買其他的Risk 或者和你買一些很純正的公用股 那個投資的方向會有些不同 其實他還給多一種選擇 我看漏了 他就說港燈26300 他說如果換馬應該是66 還是26300 港燈還是港鐵 都不是很相同的方向 如果是這樣的話 但兩隻基本上的Beta是幾次 所謂Beta 就是和市場的敏感度 基本上就不是特別高 即是換言之市場 如果是大升 就沒有去反應 一定跟不到 但是好像你說近期市場 那些錢要找些地方避險 就拍了在這兩隻股份上 所以你看到無論是港鐵 或者是港燈 這一陣子來講的股價 都很接近地走 都是靠近期的高位 就算由今年年頭到現在 兩隻股份都仍在升 所以如果穩陣的 在穩陣角度 這兩隻股份 我就沒有什麼preference 兩隻都可以 但是如果你說 接下來想炒回復蘇的話 似乎可能你欠回一隻領展 股價的回升的幅度 可能會更加大